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gres S2的数据库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大家请看啊 Select语句 咱们上一期插入了很多数据 那么今天咱们把它再抽出来 这就是Select语句的功能啊,抽出数据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啊 就一个Select语句标准的使用方式 基本的使用方法 其实这个Select语句有很多高级的使用方法 比如说这个表连接,交叉连接等等 这个方法咱们今后的课题啊 今天咱们先简单的使用一下Select语句 好,那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哦 首先说,咱们就要想抽出数据之前该怎么办 就要干这个 为什么,先插出准备一些数据嘛,对不对 所以我这做了一个Initial SQL 咱们准备一些数据啊 什么数据,咱们看啊 我这先建了一个用户表 里面有四个字段 第一个是ID,自增字段 第二,player,球员名称 第三个是score,平均得分 第四个是team,属于哪个球队 这是最常用的数据表的设计嘛,对不对 然后咱们用这个地方Insert语句 插入一二三,插入六条数据 没问题吧 这个地方提供一下 我想插入的必须输入的字段 下面是提供每个字段里面的值 这是Insert语句的简单写法 好,那咱们准备好数据之后 就要执行 怎么执行,看啊 咱们还是用psq命令 然后连接到我的口妈block数据库 然后用-i命令 执行刚才的这个Initial SQL文 就这个,这一会把它做成文件 对不对,这个地方 好,执行完之后 数据导入成功 然后咱们看一下表一览 再看一下表的具体的结构 接下来咱们就要抽出 怎么抽出,非常简单 大家注意看 Select新FromUser 这样就能够抽出 这个表里面的所有的数据 为什么 咱们没有加 我想抽出哪些字段 同时没有加检索条件 我想哪些符合我的条件的数据 才抽出吗 没有 所以咱们就一行语句 干什么 抽出所有的数据 非常简单 就这么一句话 然后接下来 这是我给您介绍一个 命令行专有的命令 什么意思 -X 就是说 如果咱们数据表中字段很多的话 咱们选择命令行 全显示是不可能显示不下 它只能给人做缩略显示 那咱们想看清楚每行内容 该怎么做 加这-X 这是干什么 这个就是说 将咱们显示的数据 由横向显示 变成纵向显示 让咱们看清 每一个字段里面的值 非常的方便 我跟您说 有点抽象 没关系 一会儿咱们直接打一下 看一下这两个 加不加-X的效果 好 最后呢 我再给您演示一下 如果咱们说 为了节省这个传输效率 咱们不抽出所有字段 只抽出其中某些字段的话 就这样写 Select 然后我想抽出 我想只想抽出 球员的名称 和球员的得分 就完了 像其他的这个 这个ID啊 这个所属球队 我都不要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指定出来 您想要的哪些个字段 就可以 这以前咱们在学mongodb 也是一样啊 都有专门相对应的方法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咱们马上实战啊 好 开始 我现在是在postgrade 这个主目录下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现在先建一个 initial的文件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把咱们这个数据初始化的内容 烤过来 没有问题 然后存盘退出 接下来 咱们进入到 口妈blog这个数据库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咱们用-i的方式 执行一下 我刚才的 初始化的SKL文 没有问题 数据加入 大家请看 加入六条数据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表信息 为什么我拷贝 其实这地方我 打字更快啊 但是因为我这个键盘 这个 这个日本键盘 跟这个英文键盘的冲突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反应要在什么地方 老地找 特别麻烦 我看 还不如拷贝了 好 来啊 Go 大家请看 咱们数据库中 先有两个表 以前咱们用这个文章表 今天又建了一个用户表 好 接下来 咱们显示一下 刚刚插入的 不是刚插入 是刚刚建立的 这个user表的信息 Go 来 id自增的player名称 得分 球队 没问题吧 OK 跟咱们选项都是一样 同时呢 id是咱们的主件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 咱们select一下 用户表 看看刚才咱们这六条数据 插进去没有 Go 大家请看 库里哈登 阿渡 阿战 神规 白鞭 大家都知道 我这说是谁吧 如果看我NBA朋友都知道是谁 如果不知道的话 可能是打这个阿渡 就不知道是谁了 阿渡 阿战 神规 白鞭 都不知道是谁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看 这是咱们默认的数据显示方式 对不对 好 那咱们用-s试一下 我加-s 它会显示出 扩展显示已经启用 那咱们再执行一下 相同的sql语句 看看有什么变化 Go 那大家请看 横向显示变成纵向显示 这样会显示出来 每一条记录 显示内容会数向显示 就是横向跟数向的区别 如果说咱们这个表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表 只有几个字段 只有小短 把它改回来 突然显示成false 咱们现在这个表 只有四字段 所以没有关系 咱们的横向显示 看起来更舒服 对不对 当咱们表 比如说有二三十个字段的时候 那肯定咱们这个 一个屏幕显示不下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就显示很乱 这样就推荐您使用 这个纵向显示 看起来就非常舒服 而且每个字段的 所有的内容 都会看得清楚 这是-s推荐给您 一定要作为一个知识点 记住 别人一般都不知道 你说一到工作中 你说您看 我知道这个-s 来咱们就能够 详细看到数据 您就显得很厉害 好 那咱们再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是说 咱们抽出指定的字段 不抽所有 指定 这样加快咱们的网络 传出效率 对不对 好 试一下 够 大家请看 我输了一个求员名称 输了一个笔分 得分 大家请看 这不都出来了吗 只显示两个字段 一开始是四个字段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只抽两个 非常的方便 咱们其实在一般的 工作过程中 一般用这个slack的星 抽出所有字段的情况 其实是有 但是项目经理 肯定会生气 为什么 你这样做 是偷懒的做法 一般就是说 咱们根据每个业有需求 需要哪个字段 抽出哪个字段 反正我当项目经理的时候 是这么要求 我这个团队的成员 你不能说 一点slack星 你是出来了 比如说 咱这表里有一箱 我们做这本项目比较多 有80个字段 结果 你就要俩字段 对吧 你就用户名跟那个 用户id跟那个password 你做lowin 结果你slack星 你全抽出来 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 所以我呢 对这代码review的时候 我非常的看得中 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偷懒 一眼就能看出来 所以说 我推荐大家 在业务过程中 您这个业务 需要哪个字段 这个地方呢 就提供哪个字段 不要提供多 增加这个系统的效率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讲解的 slack 具体的最简单的使用方法 今后呢 我还会展开 给您讲一些 更复杂的使用方法 OK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是这样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跟优酷的供您观看 以后呢 我有可能也开个B站 现在还有这个打算 好吧 那么咱们今后 也许再开个B站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